北京时间8月16日,斯坦克维奇飞比赛继续进行,中国蓝蓝红队迎战第二个对手克罗比亚队,四截过后,中国队以81比69战胜对手,获得两连胜。 这场比赛之后,他们将前往印尼,参加亚加达亚军会,技术统计,赵瑞十八分,丁燕宇航十七分,阿布杜莎拉姆十三分篮板,孙明慧八分四助攻,王哲林八分八篮板,周期六分八篮板四盖茂,比赛开始,双方在防守一端都投入很大兵力,打得非常胶着,比分交替上场,王哲林两放一中, 克罗比亚连续造成阿布杜莎拉姆犯规,迎接宇航连头戴法基连得分,两队逼分紧有,方硕三分命中,与场洞篮下勾进,首截结束,中国队22比19领先,次截开始,正月正面三分标进,随即又进后撤步三分, 在雨场动三分再进后,打停了克罗比亚,暂停回来,克罗比亚连续得分,中国队暂停,孙明慧突破真进,丁燕宇航连接两进三分, 但是克罗比亚的命中率也很高,绿分并没有被拉开,上半场结束,中国队45比43间领先两分,一边再战,克罗比亚三分命中犯超比分,周期连续送上两季大帽,双方继续将持不下,周期快攻轻松上进,赵瑞连续获得罚球的机会,周期再送出盖帽,赵瑞两发全中,赵瑞三分还进, 中国队将分差拉开到了十分,第三节结束,中国队65比55领先,第四节开始,丁燕宇航助攻阿布,都拦向上进,两队对标三分,双方大打对攻占,阿布杜连续得分,中国队保持两位数的领先优势,丁燕宇航受伤下场,中国队的进攻打得比较谨慎,克罗比亚不断追进比分,但是时间所剩无几, 中国队最终获得胜利,中国队首发阵容,孙明辉,刘志轩,丁燕宇航,周期,王哲联一选。